翻譯 長照是蔡總統競選的時候特別粘在的中央政綺 我們還是希望他能夠盡快來做 那麼未來長照的做法呢 當然當然今天一定要判列 現在是因為長照的裁員 還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們不得不沒有爭議的部分 也就是把遺產稅稅這部分 被提高我們先放進來 但是我們不會放棄只有這個 這個稅稅第一個太慢 第二個太少 所以我們希望增加一些其他收入 這個收入部分包含一個 我們去看看其他稅稅 既然營業稅也有爭議 可能其他稅稅裡面有沒有量也夠的 那麼就被放進來 我們希望在其他立法院中持續地來討論 只要有共識我們隨時在法裡面可以放進去 希望在修法通過之後再來討論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當然有一些基有的社會護益的 或許的一些殖定的財源裡面 是不是有機會 能夠在增加的財源裡面 能夠放進來這個部分也可以去考慮 那總而言之我們希望這個 還是要有指定的稅收 因為這個指定稅收 靠預算編率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我們要把上次來做 那麼未來的做法裡面呢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隨時為什麼 社會大眾沒有那麼大的意願願 願意去增加 這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長照的服務 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 今年我們特別用預算去撥了一些錢進來 也就希望明年我們能夠 去至少做幾個長照的標準的一些示範的這個地方 讓大家去看長照的重要性 以及長照所能夠提供的服務 那麼今天我來看的這個 顯然我們永大這個整個的東西看起來是 可以說是在國內在國防疫情的 我覺得我會憑中感到驕傲了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方面做這麼好的 我也期待就是未來呢 就是我們把這樣的概念能夠 補及下來 那麼當然長照最終的目的是希望 就是ABC都應有了 而且呢 要把醫療跟長照的資源 能夠做一個很好的結合 本一在老的過程中間呢 其實是要能夠盡量讓他去維持這一個 就是一定的這個活動 還一定的跟其他人的一些溝通 因為這個可以讓我們整個的健康和老化的 那個速度會減快 那這次很多歐洲國家的做法也是這樣 所以如果在這裡面呢 去把所有一個人 隨著一個人年齡大之後呢 他所需要的接觸 社會接觸 包含從學期 從那個短期燈照 到這個長期的這個照顧呢 一個每個階段都能把建立起來 這個是本來是該做的 那我們現在做法 就為了讓他們能夠成功 我們就希望能夠成 每個社區有一個很重要的中心 這個中心就要提供這些多元的服務 讓他本身呢 這個服務的第一個 它的效益會能夠產生 而且他的服務成本可以降低 再一個呢 這種中心呢 它就變成這個社區的一個主要的資源點 將來呢 再有其他的 就是比較B級C級的出來的時候 是輔助他或資源他 我期待我們的長照 能夠快速的能夠進行 這一輛也是關節 我們希望把規格定好 把產業的能力培養起來 然後我們就變大褲子來說 希望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今天很高興 能看到我們這個中心 能夠做得這麼好 希望待會兒能夠看得更多 學得更多 因為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好 謝謝 我們可以 非常買不高的 因為我們可以做了一個